在关心房屋代销人员延伸的 24起宗教团体传播链 再加一有外扩迹象 新北市板桥某所国中学生 因为参加了撑酒宴被验出确诊 卫生局匡列同班同学 在走软件又发现一名学生染疫 让专家很担心 认为至少要观察到3月上旬 但指挥官陈时中维持着乐观态度 认为以目前来讲 可能必须要观察2到3天 再来做评估 宗教团体撑酒宴一顿聚餐 KTV欢唱第一阶段 采检80多位与会者 累计24人确诊 但扩大匡列筛检后却发现 一名曾经参加春酒的 新北板桥某国州女学生 还有同班男同学也染疫CT值35 不排除是刚感染病毒量 才会比较低 由于整间学校已经有两人确诊 宣布停课14天 累计至今宗教春酒宴 传播练再加一 到目前是一加一把 传给一个同学 至少我到现在还 我一直知道这个都检验过 那很幸运的还是阴性 不过这还是不能大意 据会观察之中 前一天才说 幸好宗教团体春酒宴 来得早 只要观察2到3天 如今似乎有外扩迹象 再加上不少个案 职场活动范围广 平凡与人接触 专家保守估计 至少要观察两个潜伏期 至少要到3月上旬 才能清楚疫情趋势 看起来有因为传染到第二圈 传播练上可能要再留意说 是否还要观察10天 如果在这10天之内 传播到第二圈 甚至有第三圈的族群 有扩大的迹象 就要观察到3月 甚至3月初到3月中左右 看完才会做一定的平补 所以至少要看个3天 到今天第二天来看 这样看起来 目前还算是可控 基本上我不认为 这会影响到我们3月 整体的一个政策开放的脚步 面对宗教群聚阿中部长 依旧乐观看待 还不至于影响到3月 开放生物人士入境的政策 但整条传播链 是否能够及时止住 只怕还需要时间验证